這時候講一下中國籃球國家隊 多年來中國籃球國家隊是世界賽事的上限 經常在奧運會見到他們 或者在籃球世界盃 亞洲盃的成績都不錯 這樣其實是一個最出名的中國籃球運動員 就是姚明 如果你知道的話 姚明在NBA是效力火箭隊 早前火箭隊的經理 可能被一些很關心香港社會議題的人利用了 變成在新名炒作上說火箭隊不知道被大陸傳媒封殺 但其實除了影響到火箭隊的現役球員 最重要的就是姚明 其實這些炒作和香港議題的炒作 其實衝擊到姚明和中國籃球的界線 所以有時候都是得到常識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政治議題的炒作 我其實真的沒有改善 真的沒有改善的 真的沒有改善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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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